吉荣菲对唐晓舟说 我不是敷衍你 确实不知道你需要什么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想抓一个治安典型 我可以告诉你 东莲的治安确实是很好 东莲人有一种说法 说东莲是九十年代的经济 五十年代的治安 五十年代的治安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你肯定也不知道 据说那时候是路不时宜 也不庇护 如果真是那样 用五十年代的治安来形容东莲 显然言过其实 东莲的治安是不错 黑恶势力没有生存的土壤 集团性犯罪 在东莲不是没有 而是很少见 而且规模很小 恶性暗件也有一些 但与其他地区相比 我敢说 百分之三十都不到 这就是东莲的现状 老百姓之所以有九十年代的经济 五十年代的治安一说 还是和其他地区对比着说的 也是对东莲市委市政府的肯定 不过我听这句话 听的却是前半句 九十年代的经济 现在是什么时候 是二十一世纪 东莲的经济还停留在九十年代 显然是对我们的批评 你也可以找些理由说 东莲是江南省的西伯利亚 老少边穷地区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可以理解 但我并不这样认为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却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失职 唐小柔说 我们不谈经济 只谈治安 治安真没什么好谈的 在东莲 我基本不怎么抓治安 当然 要说体会 我也有一点 最大的体会就是 把你该抓的工作抓好 谁的工作没有抓好 我就问责谁 不该我管的事 我绝不插手 该我管的 那对不起 我肯定抓着不放 在其位谋其政 个人自扫门前雪 对于官场来说 可能是最好的方式 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 我觉得 我们现在的官场 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其位不谋其政 或者在其位谋他政 不谋其政 说得难听点 叫失位素餐 说得通俗一点 叫不作为 老百姓有很多怨言 积累了很多矛盾 为什么呀 因为干部不作为嘛 其实 老百姓是很好的 很讲道理的 他们的要求很低 我们的干部 只要真心实意 为老百姓 做一点点好事 他们就会记你的好 还到处替你宣传 这就是我们通常 所说的 金杯银杯 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谋他政 也可以说是谋私政 哪怕干任何一点事 都必须有好处 不给好处就不干 无论是不作为 还是以权谋私利 都属于腐败 在我这里 我不敢说 完全杜绝了这两类腐败 但我敢说 只要发现了 我就会严肃处理 我所说的处理 并不是等这个干部 成了贪污腐化分子 以后才处理 相反 我不怎么抓腐败案件 那是纪委抓的 我要抓的 就是那些不作为的干部 如果是普通干部 一旦查实立即出名 什么人说情都不行 如果有点职位的干部 一旦查实不作为 立即降职 五年内不准升职 我一直这样想 如果我们的每一个干部 都能在其位谋起政 都能把本职工作做好 那么 我们还需要 将哪一项工作单列出来 搞什么专项整治吗 为什么要专项整治 只有一个原因 屁股上的屎太多了 不得不集中时间和精力 去开一开 唐小舟立即制止了吉荣飞 后面的这句话 你可别轻易说出来呀 犯忌呀 我当然知道犯忌 这不是跟你说呢吗 但就后面这句话说 有道理 但也不一定完全有道理 人事管理 恐怕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有人说权力 是座金字塔 可这座金字塔 并不是由伸出塔尖的那个人搭建的 而是由一种组织形式搭建的 这个金字塔 在你到达塔尖之前 就已经存在了 这就出现了一种情况 身处塔尖的那个人 并没有权力组建这个金字塔 他只能对这个金字塔 进行有限度的调整 问题在于 这种调整 很可能仅仅是微调 起不到太大作用 从这种意义上说 将某一项工作单列出来 恐怕不完全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 着力点 还在权力结构的调整吧 说得太好了 我的第一大工作 就是人事管理 只要管好了人 其他所有事都好办了 问题是 人怎么管 这是个大难题呀 我越来越觉得 我们现在的人事制度 不是在管理 而是在放牛 将一大群牛 往那里一赶 撒手不管了 直到其中一些牛出了事 才把这些牛杀掉 你说我在东莲搞得好 要抓我做典型 我告诉你 在我自己的标准里 我做得不好 一点都不好 我最想做的是什么呢 是人事制度改革 希望建立一套更严谨 更科学的人事制度 有了这套制度 就能把粗放型管理 变成精细型管理 就不是出事后 才来惩罚 而是事前 就将程序设计好 就人事制度改革的话题 他们谈了很长时间 唐小舟帮他出了很多主意 后来唐小舟 又把话题拉了回来 毕竟他需要的是另一些东西 吉荣飞说 看来我不谈东莲的治安 你是不肯放过我了 我告诉你 我没有抓东莲的治安 我抓干部 抓干部 在其位要谋其政 要有所作为 看来我的感觉没错 你什么感觉 唐小舟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而是转了个话题 既然东莲是这种情况 其实你们没有必要扫黑 你怎么不向上面提出来 我不能开这个头吧 我这个市委书记 跑到省里去说 我们那里没有黑恶势力 第一 省里信吗 第二 我这样说了 别的事怎么看 怎么说呢 再说了 我作为市委书记 要和省里保持一致 省里反黑 我这里也促一促 不是坏事啊 接着 吉荣飞也转了话题 好了 不说我了 说说你吧 我们好多年 没有这样说过话了 这次的扫黑行动之后 会不会考虑 给你安排一下啊 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吧 再说了 我到办公厅才一年 这么说 你还会回去 唐小舟突然指着他说 好啊 飞姐 你脚滑大大的 套我的话啊 接下来几天 唐小舟在东莲转了转 就东莲的治安情况 做了一番了解 离开东莲 又去了雷江 雷江不是重灾区 但并非没有黑恶势力 虽然如此 雷江的矛盾 却比较突出 上次唐小舟借题 发挥了一番 钟少基回到雷江后 和刘延光的关系 确实大大改善 工作局面 也有了改观 可这种改观 显然还是表面上的 整个雷江官场 绝大多数 是刘延光的人 唐小舟在雷江的时间 并不长 在雷江住了一个晚上 回高兰 陪父母亲住了一个晚上 在雷江的晚上 唐小舟住在 钟少基的隔壁 钟少基的妻子 邱月亭 是省司法厅的副厅长 他家安在省里 一个人住在雷江 因此住在市委办的 海山酒店 晚上 钟少基 请唐小舟 在海山酒店吃饭 刘延光 因为另外有一桌客 只是过来敬酒 吃完饭后 回到宾馆 刘延光 过来坐了一下 给唐小舟 留了两条烟 两瓶酒 东扯西拉 闲聊了几句 说还有个事 先离开了 钟少基 不知是有事 还是有意避开了 好长时间不见人 反倒是雷江的 其他一些领导 一个接一个的登门 唐小舟心里很清楚 这些人登门 并非真有什么事 仅仅因为 他是省委书记的秘书 说不准哪一天 会用到这个关系 他们来 也只有唯一的目的 送礼 官场就是这么个风气 要想升官 就要多敬菩萨 到时候 哪一个菩萨显灵 自己都赚回来了 何况这些上门的人 个个都是有职有权的 花出去的这点钱 不需要他们自掏腰包 如果这类仇作 真的需要他们自己掏 你看看 社会上送礼的事 就会少很多 这些烟那酒啊 都是公款送出来的 康国家之楷 劫私人之仪 他还不能不收 如若不收 人家会怎么看呢 别说是他呀 就算是赵德良 有些礼尚往来 不也得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吗 当然 唐小舟也不是赵丹全收 他在东莲 已经收了不少烟酒 现在到了雷江 便将那些烟酒 派上用场 人家送他两瓶酒 两条烟 他还人家两条烟 或者还人家两瓶酒 总体上 比人家送的略少一点 也算是礼尚往来了 即使如此 等到第二天回高栏的时候 汽车后尾箱里 还是装满了这些东西 一直到转钟 室内的电话响起来 钟少吉打了他 问他忙完了没有 他说 是钟书记啊 我不忙啊 哦 那我过来坐坐 唐小舟连忙说 我到你那里去吧 也行 你过来吧 唐小舟知道钟少吉 抽的是中华烟 便在当晚别人送来的烟中 选择了四条软中华 装在一只塑料袋里 提着出门 来到钟少吉的房间 房间的门没有关 他敲了几下 得到答复后 推门进去 和他那个房间一样 是个大套间 相当于普通居室的三室一厅 室内除了放几盆 唐小舟叫不出名的绿色植物 一切都很简陋 钟少吉的秘书不在 茶几上泡了一杯茶 钟少吉的紫砂茶杯 也已经放在了茶几的另一角 钟少吉本人在厕所 似乎在为谈话 做前期准备 唐小舟将烟 放在茶几的后部 转过身去 将门关了 钟少吉从里面出来 热情地说 小弟啊 感谢你记得我这个歌呀 坐坐坐坐 钟少吉坐下来的时候 看到茶几上的东西 哎 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不是我的 借花仙佛 反正我也不抽烟 哎呀 看来这些东西 对你是个负担呢 我正好帮你处理 是啊 省了我的事了 钟少吉站起来 拉开电视棍下面的一个抽屉 拿出了一包茶叶 这个你带走 哎呀 算了吧 我嫌麻烦 哎 总得礼上往来吧 哎呀 我们还是算了 东西多了是负担 还要花心思去处理 累呀 你花心思处理 和我花心思处理是一样的 唐小舟因此感慨 哎呀 我们老说什么 礼多人不怪 结果形成了一个怪圈 没有礼的时候 你知道 你被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 被边缘化了 礼一旦多了 你就苦不堪眼 放在家里吧 一是有很多东西会过期 二是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堆放 每隔一段时间 就得像处理垃圾一样处理一次 非常麻烦的 钟少吉也感慨 哎呀 你说的情况 实际上是每一个官员 面临的现实啊 人家送的 如果不是钱 以及极其贵重物品 你还真不能不收 你如果不收 等于告诉所有人 和这个官场格格不入啊 所有人都会防着你 担心你有一天会坏了他们的事 如此一来 你就自觉于官场 你想做什么都做不成 人家不会和你合作 官场是灰色的 你不得不让自己也成为灰色 以便融入这个圈子 哎呀 谁都知道 这是腐败 可这种腐败 披上了人情礼数的外衣 很冠冕堂皇 甚至很温情啊 这种温情积少成多 积业成囚 加在一起 就是一个让人无法承受的心理负担 看来 你还没有成为灰色 你心中还有色彩 这很难得呀 人生其实挺可悲的 时间 是一条残酷的残呢 不断蚕食的 是你心灵的色彩 我总希望给自己留一片自留地儿 让自留地儿里多一些色彩 嗯 这样的话 你内心深处常常充满了挣扎 是啊 也许我骨子里是个文化人 不适合这个圈子吧 并非所有官员心中都没有色彩吧 相反 我倒是觉得 官员是最有色彩的人 他们心中都有自己的理想 包袱目标 只不过 在官场 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包袱 首先要将自己融入这个圈子 这就像军队执行潜伏任务 你首先得穿上迷彩服 迷彩服始终是一种适应环境的技术手段 而不真的就是环境 有些人穿迷彩服的时间长了 忘了自己穿着衣服 错误地将自己与环境混为一谈 最终失去了自己 虽然如此 每个月都要处理一大堆这类东西 心理上总是个负担 不是有人说当官是个充满风险的职业吗 有人将风险理解成贪污受灰 我觉得真正的风险是灰色风险 你不得不将自己弄成灰色 等到你真的成了灰色之后 却又受欲望的控制 很难不滑向黑色 灰色可以说是官场色彩 可黑色不是 一旦染上了黑色 你就彻底变质了 你就彻底变质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